大家好,我是你们的郑吉祥 首先感谢上个月充电的小伙伴们 也谢谢一直陪伴着我的小伙伴们 谢谢你们 好了,开始今天的故事 今天要给大家讲的这个故事 有点狗血,有点恐怖 这个事要从2006年说起 美国犹他州的一名31岁男子 戴伦·韦斯特因为涉及贩卖毒品被抓了 虽然他一直在说自己是无辜的 不知情的,是被朋友忽悠的 但是几乎每个贩毒的人都这么说 最终他被判刑入狱9年 后来在2014年的时候 因为表现良好给提前释放了 被释放后的戴伦回到了自己家 发现家里就剩三个女儿了 自己的妻子梅根·亨茨曼却不见了 后来询问了自己的父母后得知 妻子在他入狱后没多久 就和一名自己的同事在一起了 还经常在一起嗑药 公公婆婆知道这个事情后 在2011年把他给赶出了这个家 只留下了三个女儿 戴伦心灰意冷之下回到了家 在颓废了一段时间后决定要重头开始 于是带着三个女儿 开始了一场大扫除 他决定要把自己的家给焕然一新 来和过去的自己道个别 大女儿和二女儿负责屋内 他负责屋外 小女儿负责最小的车库 正在戴伦和大女儿二女儿们 干得火热朝天的时候 车库那边突然传来了一声尖叫 戴伦急忙赶了过去 发现小女儿的脚下有一个盒子 而盒子里面装的 竟然是一具婴儿的干尸 这可把他们吓坏了 戴伦问了一圈自己的闺女们 他们都丝毫不知情 四千想后 觉得这事肯定和妻子梅根脱离不了干系 于是他怒气冲冲的给梅根打去了电话 可没成想 梅根竟然说这个孩子是戴伦的 他曾在戴伦入狱后 他发现自己怀孕了 于是也没声张 偷偷的给生在了家里 并杀掉了他 戴伦一听这话 肯定是不信的 并追问梅根 家里是否只有这一具婴儿的尸体 梅根说只有一具 但是挂断电话后 戴伦心里总觉得不踏实 于是他便报了警 警方到达现场后 得到了戴伦的允许 便开始彻查这栋房屋 这次搜查整整持续了两天 竟然陆陆续续的从屋内和车库里 找到了共六具婴儿的尸体 他们大多都被衣服或布给包裹着 早已干枯的不成人形 这一发现让在场的所有人都为之震惊 这还没完 随后警方还发现有的干尸上 脖子的位置上有绑头发的皮筋 警方立即将戴伦一行人 给逮到警察局去了 随后把梅根也给逮去了 起初梅根还死活不承认 可是面对警方给出的证据后 他却突然改了口 他承认了这一切 虽说警方心里早已有了答案 可是当从梅根得到准确的回答后 还是傻眼了 虎毒不食子 他们怎么样想不到眼前这个女子 竟然真会这么做 对此 梅根却有自己的回答 他称这一切都是为了那些孩子们好 自己的生活作风太乱还嗑药 就算孩子生下来也没个好下场 干脆杀了算了 随后他又放出来个重磅炸弹 他说这七个孩子都是戴伦的 这下戴伦不干了 嚷嚷道 我2006年就入狱了 这才刚放出来 咋可能是我的 但是梅根始终坚称孩子就是戴伦的 双方各执一词 警方虽说也不信这个说法 但是还是让法医开始做DNA鉴定 过了数日后 法医那边出的结果让所有人都杀了 尤其是戴伦 根据DNA鉴定结果显示 这七个孩子还真就是戴伦的 这个孩子不是在戴伦入狱后生下的 而是之前就在戴伦眼皮子底下 但戴伦对这一切却丝毫不知情 戴伦之前在建筑公司上班 经常商业班 这些孩子就是梅根偷偷自己一个人 在浴室里生下来的 我寻思着就算再不明显 戴伦和梅根天天在一起呢 就没发现 这得多虎才能干出来这种事情 这个时候案情已经很明了了 可是警方还有一个问题想不明白 于是去问梅根 既然你不想要孩子 为什么你要留下那三个女儿呢 梅根的回答让人不寒而栗 他说因为怀那三个女儿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他们的存在 所以没有办法 至于那七个孩子 只有一个是生下来的时候就死了的 剩下的六个 他为了所谓的不让孩子们受苦 于是便生一个杀一个 过了没多久 法院决定开庭审理 在法庭上 梅根的亲人也就是娘家人 包括他的女儿在内 都辩护称梅根是个好人 只不过是性格内向 请求法官清判 梅根的律师试图让梅根这六起谋杀罪 当做一起来算 举个例子大概就是说 如果每一条人命判二十年 加起来一百二十年 那他只需要做二十年就行了 法官当然不这么干了 如此残忍的手段 岂能清判 最终梅根于2015年5月20日 被判处无期徒刑 且最少服刑49年才能申请假释 残案已经曝光后 国外人民开始分为两方大战 一方支持梅根 觉得他不容易 这一切都是无奈之举 而另一方则觉得 不想生就做好安全措施啊 就算真的没办法生下来了 不想养送养也是可以啊 你们觉得呢 可以把想法写在评论区哦 这个案件的背后 隐藏的是世人们对避孕知识的匮乏 远的不说就说国内 这个问题也不容忽视 2013年世界避孕日 针对中国15至24岁年龄段的年轻人调查中 发现年轻人避孕存在下面的一些问题 49%的年轻人本人或其周边朋友曾经做过流产手术 63%的年轻人本人或其周边朋友初次流产年龄小于19岁 81%的年轻女性有紧急避孕药的使用经验 但只有23%的女性认识紧急避孕药使用的风险 69%由性经验的年轻人都曾经发生过无防护的性行为 对避孕有效性存在误区 经常使用不可靠避孕方式 75%的年轻人在过去半年都曾经使用过避孕有效率较低的避孕方式 如安全期法 铁外射精或紧急避孕药 37%的年轻人初次性行为发生在19岁之前 64%的年轻人有婚前性行为的发生 初次性行为年龄早 婚前性行为普遍 结婚生育年龄推后 这意味着更多的避孕知识匮乏的年轻人将直接暴露在意外怀孕的风险之下 在年轻人获得避孕信息的渠道中 网络渠道的影响力很大 影响力占40% 但是并不太信任这个渠道所获得的知识 调查中还显示 分别有62%和71%的孩子 信任来源于家长和学校传递的避孕知识 但却分别只有16%和38%的人避孕知识来源于家长和学校 由此可见 年轻人常获取避孕信息的渠道 与其最信任的渠道不对等 他们很少从最信任的渠道获取信息 总而言之 我国年轻人对各种避孕方式的有效性认知不足 还存在着很大的未被满足的避孕需求 这个情况直到今天只增不减 为什么 一方面是因为广告 大街上 公交车上 甚至去个饭店吃饭都能看到无痛人流的广告 这给一些人造成了一个很大的误区 那就是 无痛等于没有痛苦 等于不会对自己身体造成伤害 这纯粹是在扯 不孕和习惯性流产 大多都是由于反复引产造成的 但是广告上可不会给你写这个 广告上写的什么 轻轻松松三分钟 无痛人流去无踪 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无知或盲目的信一些不该信的东西 例如安全期 例如体外避孕法 例如渣男的嘴 还有其他的暂时没想起来 等想起来了再补充 记住 这些都不靠谱 再次请各位女性朋友们一定要记得 身体是自己的 不要为了一时的懒省事 或其他什么原因 而给自己造成伤害 也提醒一下男性同胞们 爱他就带套 别让他吃药 当然 如果真是意外发生了 要尽早吃药 毕竟吃药的副作用跟人流比起来还是小的多 最后 请大家记住 如果不想生 一定做好安全措施 不要为了一时的愉悦而伤害自己和彼此 不要再给了这个世界一个生命后又残忍的剥夺 好了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 谢谢各位的观看 别忘了三连加关注哦 我是你们的郑吉祥 我们下期见